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來到六本木 來逛逛六本木的夜生活吧 來到六本木之秋這邊 除了可以上觀景台看夜景之外 也有不少可以拍到東京鐵塔的拍照好景點 這邊就是可以拍到東京鐵塔的好景點之一 拍照景點之二 拍照景點之三 夏天的時候在毛利庭園這個小池子上面 還會有beer garden喔 六本木之秋逛完了肚子也餓了呢 晚餐來吃黑色湯頭的特色拉麵 我點的是爆焦醬油拉麵的特別款 一千兩百九十元 它這個麵啊 比一般的拉麵還要再Q很多 然後一咬下去會有一種切斷的感覺 而且它是細麵 雖然它包裹了非常多的湯汁 還蠻好吃的 吃飽了吃飽了 我們現在咱去哪裡了 去MIDTOWN散步一下啦 六本木的十字路口這邊有很多夜生活必備的店家 像是餐廳、居酒屋、藥妝店還有夜店喔 我們現在到了MIDTOWN 我後方這個草皮啊 春夏秋冬都會有活動喔 真是晚上才沒有享受到景色 漂亮啊 這裡呢跟六本木之秋一樣 在夏天的晚上都會有Beer Garden 以上就是這次的六本木夜晚介紹囉 我是文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 掰掰